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中国式家长相信许多玩家都应该感到不陌生 与其说他是中国式家长 倒不如称之为Asian Parents 所谓的中国式家长 是指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 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理解孩子的内心 在教育孩子上 过分注重在孩子的学习成绩 忽视孩子的个性发展 存在着望子成龙的思想 在过去更是出现了一个 叫鸡娃的流行语 所谓的鸡娃指的是父母给孩子打鸡血 为了让孩子可以读好书考好成绩 而不断给孩子安排各种学习和活动 让孩子不停地去拼搏的行为 然而早在2018年的时候 墨鱼玩游戏工作室 就制作出了一款 名为中国式家长的游戏 在中文圈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度 让玩家都纷纷引起了共鸣 还有玩家直接在评价中表示 是在玩着他自己 游戏的内容 不仅呈现出了中国式家长的教育方式 画风也非常有趣逗人 让玩家希望自己的家长可以来玩玩看 看看自己的教育方式 会引领出什么样的结果 而今天 玩家机密就要来跟玩家们深度探讨一下 这款风靡一时的游戏 中国式家长的故事 如果有遗漏 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 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吧 今天的影片会从一个世代家族的故事 来向玩家们分享 中国式家长这部作品 在某年某日 有一家庭诞生了全新成员 孩子的名字叫做王大锤 父亲隔壁老王 是一名机动车驾驶员 父母对他的教育方式 并没有过于严苛 宝宝时期的王大锤 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孩子 时常会在床上翻身打滚 每天都会挖掘脑洞 所谓的挖掘脑洞 就是玩家每回合都可以消耗行动力 来开发脑洞 正所谓脑洞大开 脑洞开得越来越多 就表示孩子会越来越聪明 玩家可以根据想要提升的能力属性 来按下对应的符号 例如按下灯泡 就可以获得悟性来进行学习 按下三角形来增加智商 按下圆形来增加情商等 每回合结束之后 身为家长的玩家 就可以为孩子安排每周的行程 例如让孩子练习走路 那么孩子就会比其他童年龄的宝宝 还要更快学会走路 而每周都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日常 这些日常不仅让许多玩家 引起了共鸣 游戏更是会询问玩家 是否有类似的经历 像是不太会照顾宝宝的父亲 时常就因为在喂奶时 让宝宝嗆奶而遭到了奶奶批评 当然家里人对孩子未来的期盼 希望他从小培养各种技能 也在五行之中 让孩子从小就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随着王大锤越来越大 他也开始学习如何说话奔跑 甚至是忍耐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王大锤就遭到了家人在朋友面前 说自己的不好 让孩子感到很受挫 当然游戏里的日常 真的有非常多玩家 在现实中所体验过的经历 像是小时候 因为不小心撞到某些家具而哭泣时 家人都会帮忙打那个家具 然后责怪家具的不好 这点许多玩家在为人父母的时候 也都会对自己的孩子 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很快的王大锤来到了幼儿园 每年亲戚到家拜访时 母亲都会要求王大锤好好表现 不要让家人们失望 这点其实许多家庭都曾遇到过 家人们时常都会把自己孩子的特长 炫耀分享给其他家的孩子 所以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一级之长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家的孩子比下去 从而导致家人们感到没有面子 而随着王大锤逐渐长大 他也开始有了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母亲也会因为孩子的长大 在未经孩子的同意下 把孩子许久没碰的玩具送给了亲戚的孩子 当然长大的孩子也可以开始向父母索取一些奖励 当父母开始对孩子的表现感到满意时 也会选择满足孩子们的愿望 而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学习的技能 也会让他们解锁一门技术 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 例如可以在母亲和亲戚进行面子对决时 让母亲拿来炫耀 造成高伤害的攻击力 又或者是参加选秀节目 透过表演这门技术来获奖等 而孩子的表现越出色 父母的满意程度就越满意 当满意程度被填满以后 家人就会奖励孩子 只不过过度的学习也会让孩子感到压力 在孩子感到压力爆棚的时候 就会增加心理阴影的面积 在填满面积以后 孩子就会离家出走 从而导致游戏结束 所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必须得有适当的娱乐 王大锤在成长的过程中 开始学习了语文科、数学、英文、文科和理科 这五颗项目会是游戏里主要的学习课题 同时也是现实中最为重要的项目 如果玩家学习了美术或钢琴这么艺术类的技能 虽然能让孩子拥有一技之长 但并无法帮助孩子考上理想中的大学 在经历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日常和学习之后 王大锤已经来到了小学 这段时间开始 孩子的家长也会给予我们零用钱 我们可以透过零用钱到小卖部购买一些物品 像是购买一些玩具或礼物 来降低自己的压力 或提升父母的满意度 或者是买一些娱乐物品或技能 来让孩子解锁更多的特长 玩家更是可以在小卖部里 买到与游戏相关的物品 并在长大以后 往游戏开发或电竞选手的方向发展 当然想要更多的零用钱 孩子也可以透过帮家人做家务 来得到额外的零用钱作为奖励 王大锤的语文和人文 拿到了惊人的满分 却因为忽略了英文这门课 结果英文就考了个零分 而母亲自然的也就直接 无视王大锤出色的语文和人文表现 只看到了英文零分这个事实 从而选择对孩子臭买一顿 开始有情绪和想法的王大锤 在日常生活中也时不时会选择与家人顶嘴 可是家人总是以 我是你妈 来让孩子毫无还手之力 而当孩子来到了小学之后 除了开发脑洞之外 孩子时不时的都得面临试卷的考验 玩家必须让解题区里 有着对应题目的符号和数字 当三颗一级的符号连在一起 则会变成二级符号 试卷虽然有难度 但得到和回报也都会比开发脑洞还要高 很快的王大锤的第二次考试成绩单再次出来 这次科目全部都过了几个线 人文和数学还拿到了满分 但是母亲却觉得还不够好 认为这样的成绩无法考上好大学 考不到好大学就会娶不了媳妇 度过了漫长的小学时光 经历了同桌女同学利用小刀 在桌上和自己划新界线 不让彼此跨过自己的领域 以及为了不花钱玩课金手游 而选择熬夜玩课金手游来得到道具的时光 王大锤也再次长大 除了可以开始进行作文比赛之外 也会开始竞选班长 因为竞选班长需要由学生们来进行投票 所以王大锤就必须在讲台上 说服大家投资其一票 虽然游戏能够进行帮助同学发声 亲近老师 孤立竞争对手或与其他人同盟 但是不管怎么按都很难提高自己的人气 因为不管怎么样都会让其中一方的人感到不满 然而只要我们不停的自我宣传 大部分的竞选都一定会赢 这也证实了一个东西 做人不应该去符合别人的要求 或是拍别人满屁 因为我们选择站在老师这里 就不会受到同学的欢迎 相反的 站在同学这里则不会被老师看好 唯有自我宣传自喜的价值 才可以成功竞选 而在过年的时候 孩子也不可以直接拿走亲戚给的红包 必须假装推让一下 才好意地收下红包 只是当拿捏的不到位 那么亲戚就会真的收走红包 导致孩子被母亲抽马一顿 很快孩子来到了中学 并且开始接触到了许多的朋友 每个朋友都有着自己的喜好 王大锤因为接触过电玩 于是就被为教盖哥的电竞选手 邀请加入电竞团队 就这样 王大锤一边学习电竞知识 一边学习自己的学业 时间飞逝 王大锤来到了高中 为了准备这一次的高考 不让家人们对自己感到失望 于是 大锤就放弃了学习电竞的时间 全心全力地应付这次的高考 复习了每个中国高考生 都必备的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的书籍 就这样 六月的夏天 王大锤走进了考场 正式完成了最终的考试 然而 在几个月之后 王大锤就收到了 来自安徽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以417分考进了这所大学 虽然未能拿到完美的成绩 但父母却依然对王大锤的表现 感到了骄傲 成为了别人口中的 别人家的孩子 曾经的朋友们 都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各奔东西 名人成为了第18代目火影 大伪章则成为了致命的邪心 而最后 王大锤也因为过去 有着出色的文笔 最后当上了一名畅销书作家 然而 王大锤在过去 因为没有和大学同学保持联络 所以 并没有成功与过去的女同学们 查出任何火花 所以 最后 王大锤也找到了一名女生结婚 并且 生下了一位 叫王小美的可爱女儿 但王大锤 在过去也因为体验过了 家人们给予的压力 所以在照顾自己的亲生女儿时 就选择了胡思放养的态度 让王小美可以找到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 来到了第二代 王小美从小就学习了各种乐器 培养了各种艺术相关的兴趣 当然 小美也遇到了许多人都会遇到的日常经历 例如 家人会说 自己是垃圾桶捡来的 又或者是天上掉下来的 又或者是会因为 家人想要的是男孩子 而对于自己感到非常伤心 当然王小美也透过自己的艺术天赋 成功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 不仅专精电子琴 成为了五指琴模 为母亲捕捉了面子 也在选秀中获奖无数 来到了中学时期 王小美也爱上了画画 不仅能够透过画画来帮自己赚外快 还认识了同样对绘画艺术感到兴趣的同学 茨远树和秋达成为了好朋友 直到最后 王小美和茨远树和秋达 在逛了无数个画展以后 也决定想要成为一名艺术家 高考完毕后 王小美虽然只拿到了322分的破烂成绩 只能允许加里顿 但父母始终还是为小美的艺术感到骄傲 王小美成为了知名画家 却也从这个圈子里发现到了许多的显规则 画家的画怎么好都没用 得需要有人捧才会有人买画 而曾经一起逛过无数画展的词远树 之后也和王小美走在了一起 但最终还是因为不适合而选择了分开 王小美之后也跟一名艾斯男子结婚生智 因为自己过去的经历 父母的教导方式 以及见识到了艺术圈的丑陋 王小美也希望 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品学兼优 且能赚大钱的好女孩 所以王小美也采取了分数字上的严厉教育 并把女儿的名字取名为艾读书 艾读书从小就被母亲王小美严厉教导 希望可以再长大时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 而艾读书也不负众望 不仅学习能力非常快 而且秉德也受到了他人喜欢 在小学就拿下了全科满分 成为了四状元 然而母亲王小美却没有给予自己称赞 反而还要艾读书再接再厉 避免被其他人给追上 艾读书在之后的数年里 成绩依然名列前茅 甚至还是大家都喜欢的班长 可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艾读书的成绩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并不是因为他疏忽于学习 而是他在高中体验到了未曾体验的青春校园 艾读书与学校里的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自在 更是和一名叫江涵波的自由生走在了一起 两人时常一起到图书馆学习 还因为江同学非常热爱物理系 而主动聆听江同学分享物理相关的课题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暧昧 恋爱恼的艾读书 学业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虽然在高考前仍然在努力的学习 但到最后高考分数也只拿到了579分 进入了华东理工大学 艾读书最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专家医生 也因为在清华高中时期认识了江涵波 虽然他未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物理教授 但却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投资经理人 两人最终在一起交往以后 江涵波也选择向艾读书求婚 两人最终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并且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女儿 然而他们两人都因为自己过去 未能达成自己所期盼的成就 于是对女儿寄予厚望 希望她可以考入清华北大光宗耀祖 女儿的名字叫艾清华 从小就接受了严厉的教导 不仅不允许看电视玩游戏 被父母认为是玩物上智 除了重点学习以外 还得培养些许的天赋 继承了奶奶王小美的艺术天赋 凭借着五指情魔 拿下了中国有特长选修节目的年度最终大奖 做完比赛上也获奖无数 很快来到了高中生涯 爱清华也没有走上母亲过去的道路 选择与身边的人保持距离 全心全意的专注在了学习上 不断地重复温习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喝了无数碗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大补汤 每日每夜的熬夜复习 无论是在图书馆 课室里 回家的路上 地铁上 甚至是自己的床上 参考书都一直是书不离手 只要考上了清华北大的名校 那自己就会成为爸妈的骄傲 自己就会成为最亮的那颗子 自己就会变成了别人口中 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 很快六月的盛夏 是高考生们最紧张的时段 这是他们人生中的一大挑战 爱新华缓缓走入考场 呼吸也随着紧张的心情而变得急促 在专注的考完以后 心中的那块石头也终于放了下来 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得到了放松 只要熬过这几个月 自己就会步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大学生涯 并在那里展开全新的人生 然而现实真的有那么容易实现吗 几个月后 爱新华坐在了书桌前 缓缓打开了录取通知书 642分 武汉大学 虽然它是中国大学排名前十的名校 但就像最近一部电影 《古著意志》里的经典对白所提到的 人有两颗心 一颗是贪心 另一颗则是不甘心 如果当初再认真一点 再努力一点 再拼命一点 录取通知书上写着的 是不是就会变成了 750分清华或北京大学了呢 爱新华的努力 虽然没有让父母失望 但却对自己过去的付出 感到自责不满 也因此 他也把希望 寄忘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 就跟他的母亲奶奶一样 只希望自己的孩子 不要步入他的后城 却同时也给了自己的孩子 无心的压力 最终 爱新华成为了一名专科医生 并且重点培养自己的孩子 从这几段故事中我们都看到了 家长的教育方式会为孩子带来不同的压力 而孩子自己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遭遇 而产生不一样的想法 就像王小美 虽然没有被父亲王大锤给束缚着 最终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成为了一名殖民画家 然而 曾经的孩子在为人父母之时 反而会希望自己的孩子 可以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 也因此经过了社会洗礼的王小美 也自然的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走上艺术的道路 于是就选择了严厉指导自己的孩子 只不过 从中国式家长这部作品里 难道我们真的学到了 学习不好就等于人生完蛋了吗 其实 中国式家长里 有着非常多的职业发展 等待着玩家来体验 不仅可以成为游戏开发者 还可以成为电竞选手 还可以成为歌手明星 更是可以成为演员 运动员 甚至是主播等职业 然而在过去就流传着这么一段话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虽然随着科技的发达 各个行业逐渐蓬勃发展 这句话已经不再具有太多的说服力 但是在过去 这种只用工读书 才有出人头地的思维和说法 也让许多曾经有着艺术细胞 和极高天赋的孩子们 遭到了二杀埋没 可能有些孩子 成为了游戏里世界第一的选手 但在家长的眼力 却是玩无上志 有些孩子 有着极高的钢琴天赋 却遭到了其他的亲戚批评 学音乐没出席 许多父母时常都会把一句 我是为你好挂在嘴边 却不曾了解过孩子的兴趣 以及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当然也有些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 选择让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才艺和技能 让孩子的童年 只能按照着母亲准备的日程表来进行 被挂上了鸡娃的标签 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当然这些所谓的Asian parent 亦或是中国式家长 也早已成为了网路上被人拿来嘲笑制作的题材 除了YouTube上出现了许多讽刺Asian parent 家庭教育的影片之外 电影电视剧中也出现了许多 利用中国式家长来作为题材 像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系列中 妈妈的遥控器和茉莉的最后一天 更是让人看了感到鸡皮疙瘩 生命是我们自己的 它长什么样子都应该由我们自己负责 而不是为你好的家长 这部电视剧在播出之后 也推出了一款名为Kids的游戏 而这部作品也同样带出了和电视剧中一样的含义 而除了这部作品之外 《阳光普照》也同样是一部讲述了家长可以过多的厚望 而导致孩子过于压力 所引发的悲剧 这些电视剧的剧情看似是在误导孩子的思想 要他们不听从家人的话 但实际上却是在传达着 人生应该由自己的选择来开创 让自己来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中国式家长在发行之后 就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尤其是中国玩家 更是江琪称之为现实模拟器 纷纷表示自己在玩着自己的人生 甚至中国式家长还在2020年的时候 以优化问题的原因 在Steam平台下架了这部作品 在当时不禁让人怀疑 是不是游戏过于真实 而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而游戏里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也成为了许多中国玩家必备的温习书 甚至还成为了高考生们的一个梗 在VRChat的游戏中 一个由中国玩家社群制作出来的 中文梗博物馆中 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经典的梗图和秘因 而就在第五篇章的梗中 展示柜里就出现了一本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书籍 可见这本书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当然随着游戏产业变得如此蓬勃发展 虽然中国游戏市场也在逐渐崛起 不管是电竞选手还是游戏工作室 都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不过对于未成年玩家来说 依然是一个会让人玩物丧志的电池海洛因 2023年 各大中国游戏公司 不仅限制了未成年玩家 只能够每天在周末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并且采取了人脸识别 来确保未成年不会过于沉迷于游戏中 而针对家长阻止孩子沉迷于游戏和网络的事件 在过去也发生过了非常多 令人无法接受的案件 例如 欲章书院透过严厉的体罚和虐待学生 来让学生变得乖巧服从 是一所可怕自己的戒网瘾学院 欲章书院的事件在被爆出以后 不仅引起了大量网民的讨论 更是遭到了网民们的围剿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则是较为知名的戒网瘾专家 杨永信医生 通过奠基治疗不良学生的方式 来让他们变得文顺乖巧 这些种种的事件 都对于孩子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 而引发这些悲剧的源头 都是有一群想要自己孩子 努力学习向上 考上好学校的家长们所导致的 可以说是由他们亲手 把孩子推到了地狱之中 而这些种种事迹 在2023年1月的时候 一家名为ALT Lab的工作室 更是推出了一部 名为飞跃13号房的真人游戏 以预章书院事件作为灵感 来讲述一个可怕的故事 除此之外 黎明史线更是在玩家社群的投票下 推出了一个 以养永信为原型的精神病医生 在游戏里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更是有一位名叫盛代的rapper 在一档缩唱节目中 表演了一首名为书院来信的歌曲 炫酷的flow加上利用长头诗 来揭开歌词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让观众听了都感到鸡皮疙瘩 回到主题 中国是家长这部作品 虽然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另外一部作品 火山的女儿一样 都是一款有着多重结局体验 不同人生的游戏 而之所以中国是家长 会引起那么热烈的讨论 正是因为其内容跟现实的意识教育方式和思维 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因此就引起了玩家们的共鸣 而工作室也非常聪明的 在游戏里的日常 设计出了许多玩家 过去都会经历的童年经历 并且提供了是否有遇过的选项 来让玩家们产生共鸣 然而不努力读书 真的就没有出息吗 正所谓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月人无数不如名师子路 名师子路不如自己虚物 人生就是要不停地学习 体验和经历才能够不断地生长 阅读书籍虽然很重要 但盲目地阅读而不去实践 并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好 而是要透过学以致用 相信有不少人都有听过一句话 成绩好的学生在毕业出来之后 为当初成绩差的人打工 这让他们产生了读书 貌似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想法 然而你们又知不知道 这些成绩差的学生 有着什么样的技能或特长 或许他有着强大的思考能力 当你在准备大学考试时 他已经透过向其他有经验的前辈 学习自己领域的相关知识 并且学以致用在自己的事业上 这又是不是代表着 他透过这些和成绩无关的知识 来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呢 所以玩家们 并不是读书没有用 也不是读书待于一切 自己的上进心以及态度 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关键 假设玩家每日都颓废过日子 不努力地去做出改变 那即便你真的进入到了北大 也都没法改变 你是一个懒人的事实 当然家长们 如果可以更多地采取沟通的开放式教育 并且支持孩子想要追求的东西 而不是强迫他们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那相信孩子的未来才会变得更好 而不会因为过于压力 引发自我了断的悲剧 希望玩家可以找到自己未来的目标和方向 能够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道路 你们又有没有遇过 中国式家长的教育方式呢 这部作品对你们来说 又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